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控制活动都有哪些例子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最多的 对您考察控制活动的部分 是在各大cycle之中 不过像这种形式单独考 也真的出现过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藉着这道题 其实我们要学的控制活动 很多种远远超过四种 不过呢 每一种控制活动 今天学的都会用在 各大cycle的案例题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 您记着 这个问题的答案 您一定要作为第一项 因为这是所有控制活动当中 最高级的 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叫做不相容职务分离 我们来看 考试的过程中 如果您实在是情急写不下来 这个词您就写roll 就是要分开 再次强调一下 什么样的不相容职务呢 authorizing, recording, and maintaining cost today 不相容职务 要怎么分离呢 carry out by different people 分离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避免或者reducing the risk of fraud and error 那么这句话您一定要记得 因为我们在案例分析时 往往会说 这个case当中 它没有分离 会有什么后果 您一定要想到 fraud or error 好了 职责分离三个方面 authorizing, recording, and maintaining cost today 好 接下来举一个例子 the purchase ledger clock 在我们的case当中 一旦提到一个人叫clark 您记得他一定是最low档次的这个员工 这样的clark 他负责recording 好了 我们这边讲recording 要和其他两项分开 那么他就一定不能再负责authorizing 一般来说负责authorizing的都是比较高级的 例如director 好了 在这里面强调的是recording和authorizing的分离 举了一个例子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这个环节呢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说 不过目前来讲 您至少要感受到这样两个概念 第一个information processing 包括的就是两种控制 有application control 看好 application control AC叫应用控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generate IT control 这个IT您说也好 不说也罢 那么它叫一般控制 general control 好了 后面呢 我们会继续提到这两个问题 这样的控制 别看呢是information processing 可是并不一定都是由IT来进行 再次强调 所有的控制活动 既可以IT 也可以手工 好 应用控制跟一般控制 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就是 completeness accuracy and authorization of information being processed 让信息的处理 那么这达到这三个要点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就是 完整 不要处理 丢了 accuracy 准确不要处理错了 那么其他的 我们说你能写上最好 但这两个 后面还会反复提到 好 这就是information processing 强调两点 AC application control GC generate control 应用控制 一般控制 为什么呢 这样信息处理才能够保全 保真 好 use a batch control totals when entering transactions into the system 这样的控制 比如说应用控制吧 我们在录入系统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 control total的控制活动 具体我们后面会讲 大致的意思是 您录入的数据 您先手算一遍它的total 录进去之后 看一下系统出来的total 把手算的和系统的 compare一下 就知道 有没有丢 有没有错 看似很原始的一种方法 真的就是我们现在 一直在用的控制活动之一 authorization 这个词呢 您不会陌生 因为刚刚讲到的 segregation duties 职责分离里 分的其中一个 就是authorization 不过这一种控制活动 它本身的出现 就已经超级重要 所以要单独把它 作为一项控制活动来讲 并且在我们的 案例分析当中 最常见一定会考 考官一定要设套的 两个地方 就是刚刚讲的 segregation of duty 职责分离 和这里authorization 所以这两个活动 超级重要 Approver of transactions by suitably responsible official to ensure transactions are genuine 这个交易是真的吗 是对的吗 是许可过的吗 都要用一个 叫authorization 授权的活动 来进行控制 换句话说呢 由于我们的 处理流程 都是一个state 一个stage的 那么后一个state 对前面也是一种 复合authorization 类似的工作 而更明显的 就会体现在 比如这笔钱 要不要支付 这个客户 要不要credit sale 设销等等 所有这类的问题 都是authorization 所以我们在 今后续案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凡是从一个动作 到了下一个动作 这过程 往往都会涉及到 authorization 既然它有复合 有授权的意味 所以来操作它的人 一定是高级的 高级这个人 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您在考场 高度紧张时 依然能想起来 他就是financial director 或者他就是head of department That's okay That's fantastic However 想不起来的时候 就叫official 因为它一般就显示出了 这是高级的 如果可能的话 您再加上responsible official 锦上添花 这两个词就够用了 叫做谁来授权的 授权人 例如authorization of all purchase orders by a responsible official 您说这个采购订单 patches order 不是您想买 想买公司 就同意您买 所以呢 要一个人说 可以采购 这个就是responsible official 同意采购 就是一个authorization physical controls 物理控制 但凡是需要物理控制的 往往都有食物形态 我们来看 restricting access to physical assets 那么食物资产呢 它的接触 access 一定是要有限制 不是谁 都能够接触到公司 例如您是珠宝商 都能接触到您的库存 你的珠宝 对吗 所以physical assets 是一定要有控制 体现在case当中 就是我们的warehouse 仓库是要有锁的 比如说贵重商品的保管 是要用密码的 密码不是谁都能知道的 所以这就体现出 physical controls 当然值得珍惜的 除了有physical assets 还有那些信息啊 软件啊等等 都是同属一类 要physical controls 这里举了个例子 cash being stored in a safe which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employees are able to access 好 我们再次强调呢 贵重资产是要 妥善保管的 例如cash是要在safe里 贵重的存货是要 lock好的 同样的道理呢 能够接触的人是 经过授权的 或者叫limited performance reviews 如何衡量绩效呢 一定要有标准的 所以呢我们的方式叫 comparison 比较 orreveal 或者是复合 什么呢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usiness by looking at areas such as budget vias actual 想知道您做的 到底好不好 总有一个标杆 例如budget 例如过去年度 好了 我们就清楚呢 当您在比较时 一定有一个是您现在的 叫actual 那么还有一个呢 一定是设定的标杆类的 那么在实物当中 或者我们的case当中呢 就可能涉及到 例如标准成本法时 那您可能就要跟当时的 标准的这个数额进行核对 那如果呢是费用类的呢 可能就会跟budget的核对 这里的例子是 the review by the dominant heads of the monthly results of the actual trading to budget and a prior year with analysis of variances 好了 所以performance review 一定记住 是比什么 现实的和标杆的 好 那么下面这道题呢 同学们可能会在考场上 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老师讲过N道题 但是考场上 一定会有一道题 是老师没讲过 就是说呢 考官不希望大家都答100分 但是凡是这种 没有讲过的题 它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完全可以 根据已有答案 进行修改 甚至不修改 您就答得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特别懂得考官 他的心思是什么 比如说这道题目 Apart from a tinyness of a control account Explained four control activities according the undertak to prevent and detect fraught and ever 你可能会说 你可能会说老师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说 哪一个控制活动 它是可以 prevent and detect 中就有它的 都是您的熟悉的朋友 那么此外 我们说这个答案 总要放一些新的内容 让我们感觉 好像有点不同 但实际上内容比较简单 又由于题目上 一般不会要 你打特别多项 例如四项 所以一般既往答案 完全可以应付 我们来看一下 charismatical controls 意思是我们的控制呢 有一个方面 就是要保证您的记录 它的这个数字是准确的 另外呢 我们的一些控制呢 是要进行核对的 我们知道呢 Bind reconciliation 银行存款预额条件表 你想您在编这个报表的时候 那是不是用到了 其他的第三方的资料呢 例如Bind银行 所给您发放的 statement Bind statement 银行对账单 所以呢 Bind reconciliation 就是一种控制 它用的是 account reconciliation 那么这两项 由于出现的频率也不高 所以呢 推荐大家是把前面的问题答案 记清楚 就足够应付 那我们一直在讲 内控那么重要 哦 它可以cover三个领域 三大目标 那么我们的内审师 也会去care内控 外审师 也必须要去了解内控 甚至有的时候 要进行控制测试 那么控制真的那么什么 这一天就要告诉你 飞也 还有他的固有局限 首先我们前面就提到过 内控做什么事情 给您的担保 都是reasonable assurance 不是百分百 接下来看 为什么是这样呢 首先 internal control 其实说的全一点呢 后面往往会加上一个词 叫system制度 任何一个东西 当它能够称为制度的时候 都会有些共同的局限 例如 the costs of control not outweighing their benefits 影响啊 公司从无到有 有内部控制的制度 您总得请人 花钱来设计 设计之后呢 所有的员工啊 可能都会涉及到 他的执行 甚至连仓库保管 都有这样的问题 接下来呢 由于有了控制 嵌入到流程之中 诶 您的流程 势必会拉长嘛 环节肯定要增多 那么也是耗时的 所以说cost 不光指的是真金白银 还有time consuming 耗时间 那真的有效果吗 这是一个疑问 接着 我们在讲 internal control的定义的时候 说到 哦 是谁去design implement and maintain呢 诶 答案是三方 换句话说是 企业全员 那么您就知道了 这些人 不管是治理层 管理层 还是other personnel 他们都是人 human is human 就是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只要是有人参与的地方 就会有human error 那么刚刚讲的这两项 是所有东西 但但凡能称是system 共有的limitation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说一下 内控制独有的局限性 collision between employees 前面反复跟您提到说 内控有一个特高级的控制活动 叫segregation of duties 那么这个控制就说 我们要把呢 authorizing 要把custody 要把recording 分给不同的人 这样大家就可以相互监督了 可以相互复合了 可问题就是 万一这些人 勾结在一起串谋呢 我们每天一起上班 你是会计 你是负责record 我呢 我是初纳 我是负责custody 我们日久申请的话 这个collision就出现了 你的内控 你内控制segregation of duties 就废掉了 所以collision是 能够让内控失效的 最直接原因之一 它经常发生于 employees 远攻 那您可能会说 管理层会不会好一些呢 是的 管理层不用 管理层直接用的叫override 叫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意思是管理层全清朝野 本来呢 很多的审批是要走流程 要有很多人商议 很多环节 可是管理层说 我说得算 不要再去审批了 直接做就好 这就是override 而override往往是由管理层失语的 好我们看到 那么好的system 就是因为collision 就是因为overriding 而导致了它的失效 但是这还没完 内部控制还有一个最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 请问各位同学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想想看 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吗 对的 因为你没有对它的概念 你怎么会有对它的形容呢 所以当我们再去描述一个制度时 但凡您敢写下来 这些都是最常见的问题 而对于那些非常见的问题 要么就是您没认知 要么就是您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controls being designed to cope with routine 都是常规性的 要是出来一个黑天鹅 对不起 non-routine transactions 我扣得不住 我control不了 所以这几项呢 我们就要晓得 首先这两个是成本效益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human error 接下来collision 常发生于employee 所以case当中经常会有说 segregation of duty 没做到 那么我们从case当中 所描写的氛围当中 能感受到 这个management 是不是说灭霸式的 对吧 它是不是会overriding 那么最后一项真的是防不胜防 只能是说按routine来 如果遇到non-routine的事情 内控控不住的话 我们会认为风险较高 好了 这就是内控之limitation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审计师如何用内控 如果说刚才一直是 站在客户的角度说 内控要怎样 现在我们就站在审计师的角度 讲如何利用 我们前面提到过 internal control 五要素 所有要素当中 重中之重 就是环境 如果您的环境坏掉了 您就想其他所有要素 尤其是控制活动 肯定没有办法得到 有效执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财报中处处都会错 换句话说 不是某一个账户会错了 在此情况下 我们就想 这财报还能审吗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capable of being audited 这句话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知道呢 审计风险 Audited risk 它的模型是呢 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评估出来的 程上检查风险 就是审计师自己可控制 那如果您发现 这个公司 Control Environment 是极差的 评估出来的RMM 就因为呢 控制不好 而导致它评估的结果 或者水平是很高 您又不想审计风险超标 您只能拼命地要求自己说 我要把DR降到很低 这样最后审完不会出事 可是您降低DR的方法 使用更多的程序 获得更多的证据 但如果您降无可降 您已经降到了底线 还没有办法去弥补 评估出来的那么高的 重大错报风险 言外之意 您再怎么降DR AR都到不了 Acceptably Low Level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风险那么高 当然是我们不能承受 所以很有可能最后 您的这一项财务报表 我们审计师 是没有办法去审计的 好 那么这就是背后的道理 当风险是极高的 我们确实是已经尽力了 可是当您尽力 也没有办法将DR降到 可接受的低水平 以至AR降到 可接受的低水平时 对不起 我们的这个财报 是没有办法去审计的 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们为什么要有控制 其实就是希望呢 与控制相关的 Transactions or events 能够记得准 记得全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控制的好坏 可能不只是影响财报 密切相关 好 抱歉 我这也先说一下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的控制呢 其实就是希望保证一个 specific 具体的 Transactions or events 能够记得全 记得对 所以呢 我们的控制 也能够关乎到认定层次 关乎到账户里面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进行存货的盘点 那客户存货盘点的过程中 就会去观察呀 哦 我有没有盘盈 好了 如果有盘盈 那我就证明呢 应该去调整 我现在的记录 哦 我现在记少了 那么有没有盘亏呢 如果有的话 应该减少现在的存货 就证明 我现在的存货 记多了 那么这同时呢 也是审计师 在监盘时 关注的相同内容 所以控制和我们的审计 尤其到认定层次 也是密切相关 Recording Accounting and Control Systems 内控那么好 虽然有Limitation 不过呢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因为那叫风险评估 所以了解之后 如何记录呢 在这儿提供了四种方法 不过四种方法中 有一种跟另外一种 超级像 那就是Checklist 和Questionnaire 我们都知道呢 为了管理您的日常工作效率 您可能会用到To-Do List 所有的事情列上清单 但实际上Questionnaire 问占占调查法 就是一个扩展了升级版的Checklist 所以一般呢 我们在答案中 会看到的是三种 但实际上是四种 会看到Narrative Notes Questionnaire 以及Slay Chart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多重要 基本 隔三差五 我们的考官 就会拿出来这道题 跟大家熟悉一下 见个面 它的出题的方式呢 就是问你 哦 有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名词是什么 接着会问你 这方法有啥好处用起来 哦 用起来又有什么 别搅的地方 好 这个就是这种知识典里 最全面的一种考察方式了 那么到了19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记号题中 也发现了这样一种方式 我不让你自己随便挑两种 我作为考官 指定你回答其中两种 接着你要告诉我 它是什么名词 你还要告诉我 或者是Advantage 好处 那么也可能下次呢 考的就是Disadvantage 因此已经是指定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知识 Narrative Notes 翻译过来呢 叫做文字叙述法 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就是讲一下 这一天 您在审计过程中 看到了什么样的控制 Narrative Notes consists a written description 也就是 它是一个书面的描述 其实所有的方法 都是书面 只不过这种方法 相对比较low 您再不说点什么 好像也不好 凭此要注意 强调written description they would detail 它去描述的控制 那可真的都是 事无巨细 又啥都写下来 叫做详细的记录了 what occurs in the system at each stage 真的是什么都写了 换句话说 叫流水账 and would include any controls which operate at each stage 从活动到控制 的全面记录 书面的描述 就是Narrative Notes 那么它的好处 真的是 simple to record 您只要有一支笔 或者您只要有一台电脑 看到什么 即写下来 这就是完成了 Narrative Notes 那么这种 so easy的方式 特别受谁的喜欢呢 受那些 刚刚到事务所的小白 别的方法都不会用 就这种能看懂 所以呢 它能够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by all my days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思路 因为它so simple 所以呢 您只要把这些 notes写下来 就OK 每个人都会读得懂 因为它就是文字嘛 尤其对于那些 junior更好了 因为其他的方法 好复杂呀 junior hold不住 因为simple 所以容易理解 这个就是它的好处 同样呢 坏处 也就是因为simple而来 您说您simple的方式呢 是因为有啥 说啥 写啥 那么如果说 我的system是特别复杂 您就可能用很多的语言 才能讲清楚 交易的流转过程 以及相关的控制 这个时候 您的语言就会变得 cubicum 好了 前面讲的是simple 这时候马上出来反译词 cubicum 另外呢 您都知道了 已经那么cubicum 全是文字 可是作为审计师 他就关心一件事情 您这么多的 循环当中 这么多的控制当中 有没有missing 缺失 那么这些缺失 就是deficiency 但是呢 我们的deficiency 我们的missing 淹没在 那么多的cubicum的文字之中 所以呢 很难去 identify the missing controls 不是不能 是你要逐字逐句的读才能 所以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missing or the exception 好了 我们看到 因为它是极简的描述 所以导致呢 啰里啰嗦 cubicum 啰里啰嗦的文字 让你无法容易地找到missing 而找到missing 才是你最想做的事 好了 它的好处是simple 它的坏处是cubicum 我们再来看questionnaire 在这里面 您会看到呢 有两种questionnaire 一种是internal control questionnaire 一种是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请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种区别在什么呢 对了 后面的这一种 多了一个词evaluation 这就在告诉我们 哦 这两种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第一种 ICQ 只是要去了解内控 are used to assess whether controls exist 真的有吗 而第二种 ICEQ 它是去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rols 真的好用吗 所以您看到 有吗 这一种是了解内控 叫risk assessment 风险评估使用的 而第二种 真的好用吗 effectiveness 其实您要确认的 是它的有效性 也就是风险应对时的 tests of controls 更倾向于使用的 所以别看 the questionnaire 一个词evaluation 就代表了 它们的区别 一个是了解用风险评估 一个呢 是控制测试用 也叫做风险应对时的使用 我们看它的好处 questionnaires are quick to prepare 你想啊 那个问卷 您生平接到过很多份 您说这一份不够添 我想再添一份 秒出来 为什么 现成的吗 打印一下 或者给您发一个链接 就出来了 so easy quick to prepare 因此 它可以高速的完成 叫timely method 接下来 我们之所以说 questionnaires 能够用于去了解 或者测评内控 是因为上面的问题 好多概括的面 非常的广 叫做 they ensure that all controls present within the system all can say they 您肯定接触过 这样的问卷题目 如果这道题目 您选的是A 那么您直接跳转到B 多少题 那么其实就告诉我们 您所有的情况 我们都考虑了 这张questionnaire 内容也会变得很丰富 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到 凡是这个控制 问您这个控制有吗 您说没有 好 您打个X 那个控制有吗 您说有的 您打个对号 同时可以附上 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获得的信息 这种方式下 您就会发现 凡是打X的 就是我要找的 missing 一眼看到missing 就是它最大的好处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有好处 是因为它是现成的 有那么多的问题 在其中 所以 quick to prepare tunly on set 接下来呢 我就是想看到 有没有missing 好了 所有我们认为 了解到这个问题 这个控制 没有的 打了X的 你一眼就能看到 这是它和前面 我们讲 nerative nodes 最大的区别 叫一眼看到missing 接下来它的坏处 也正因为此 我们先看下面这一项 前面讲说 questionnaire 它好全啊 内容好丰富 所有的控制 我都要包括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对于每一个 specific company specific client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问题 才相关 所以an euro的东西 可能不在 因为它没有做定制 所以biscope be spoken 可能就没有涉及到 所以呢 它虽然全 但未必有特定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反过来讲 你那么全 可能有些问题 就跟我不相关 因此也是浪费了 相当多的时间 这是它的坏处 在于没有办法 关注到an euro 又有一些用于问题 接下来呢 就是所有的questionnaire 不光是我们 一个共性的 那就是容易overstate 这个结果 您现在关注的是控制 那么就是overstate the level of concerns 这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我想确定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美女 于是呢 我就挖空心思的回忆 在我生平中 这么多年过去里 到底有没有人 叫过我美女 我想起来了 每次我点餐的时候 老板都这样问我 说美女你想吃点什么 我相信我是 于是乎呢 你会发现 当我们再去拿着questionnaire 跟客户聊的时候 客户也会这样 绞尽脑汁的想 这个控制我有没有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 pretential controls 让我们的客户觉得 真的在有 因此所有的questionnaire 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 就是overstate 下面我们来看 float chart float charts graphic illustration 那么如果说前面的 neretic notes 是用文字来说话 questionnaire 是用问题来说话 那么float charts 是用图形 和lines 线条来说话 换句话说 是有图 有真相 那么它包括了lines 用线呢 我们能看到sequence 交易是如何流转 那么simple standard signals 通过图形呢 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或者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凭证 它的好处是 it is easy to view the system in its entirety 我们一直都想知道的就是 能不能够一眼望到missing 你看现在文字都退却了 就剩下线和图 和其中偶尔 不多见的一些解释说明文字 很清晰的能告诉我们 这地方到底缺还是不缺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您发现三种方法中 就nerative notes 没办法一眼看到missing 剩下的questionnaire float chart 都是我们的最爱 Due to the use of standard signals of poor controls it can be effective in identifies the missing 就是找到缺陷 为什么 它是so easy 都在图上 那么它有问题吗 有的 首先我们知道 客户它的交易的循环 是有可能调整的 而一旦呢 循环发生调整 那么我们的 对它的描述 也要相应的amend修改 但是您知道 一张图 尤其是流程图 不是说可以小修小修 往往是牵一发 而动前身 所以这种amend 基本就是重做 rage on 重新画图 所以它的难度 就在于 不易改变 不易修丁 there is still need for narrative nodes 虽然我们说 有图有真相 并且图上的位置 没有给您留下 多少空间去写字 可是正因为此 每一个图标里 往往用的是缩写 而每一个缩写 你往往想知道 它的全程是什么 所以免不了 您在 the chart的角落当中 会发现一个 文字描述 所以您还是要说的 这个部分呢 多少还是time consuming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缺点 叫牵一发动 全身 不好改 并且它也是要做一个 nerative nodes 来说明一些相对而言 比如说缩写是什么 这样的内容 好 那么刚才知道的问题呢 是经典考题 你也看到了 考官真是不厌其烦的去问 那我们接下来 就用一道选择题来看一下 还可以怎么问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it disdivanted 好了 问的是这些方法的缺陷 第一个 questionnaire 它的缺陷有 they may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irrelevant controls 对的 因为呢 我们的questionnaire 叫做大而全 所以往往没有针对性 因此有些问题 可能不相关 b it can be difficult to identify besson controls 我们说这一条缺陷 就有一种方法有 就是narrative notes 其他的questionnaire villet shot 都是可以一眼看到 missing they are time consuming you can believe 我们说questionnaire 你要编也快 因为复印下来 copy下来就好 你要天也快 timely 所以questionnaire 绝对是最快的一种 这个不是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17年呢 非常奇葩的出了一道 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的题 这道题目是问你 flow chart 要是用起来的话 我们要有几个步骤 那么面对这道题目呢 我们的方式就是 从头到尾 给您做一下 flow chart 您的使用方法 指南 首先第一步 那您想知道flow chart 能不能用 去年的好不好用 有没有问题 你首先要把它找出来 它在哪里呢 它一定会在 last year's audited file 从去年的工作底稿中 翻出来它 看一下 去年的那份flow chart 是不是全的 接下来 去年的这份呢 我们还要看 当时在工作底稿里 是否记录 这个flow chart 其实是反映出 内控有问题的 去年我们就发现了 什么样的问题 而同样的问题 恐怕也是您 今年关注的内容 好了 去年的file当中 找什么呢 把那份flow chart 拿出来看看 哦 是全的吗 再看看去年 有哪些疑虑 接着 我们知道啊 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您的那份 auditious report 审计报告 是付费的 不过 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您一定会了解内控 您说不定 还会测试内控 所以虽然做的是审计 可是附带的 给内控提点意见 还是so easy 于是 买一赠一 每次审计之后呢 您都会免费的 做一份 report management 叫管理建议书 给管理层 给治理层 说说看 您觉得内控 在审计过程当中 发现的 接触到的那些内控 哪些是存在 deficiency 是有什么样的 recommendation 会让这样的内控 得到改进 所以呢 您还要看 我们的report 去management 管理建议书当中 提了哪些改进建议 因为说不定管理层 好乖 他今年就改了 这叫做 potential changes 真的改了吗 那您别忘了 再从客户那儿 拿一份 现在的 flow chart 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改 好了 别怀疑改 是因为您去年 有一份 report management 翻来看看 提了什么样的 recommendation 拿一份今年的看看 有没有真的改 您就是怕这份flow chart 不是最新的 所以您除了 拿出来去年的 report management 获得今年的 您还要当面去 问一下员工 到底今年的控制 有没有变化 这一页呢 讲的都是 有变化吗 此外呢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 穿行测试 walk through 穿行测试的意思是 选点业务 tracing a sample 来看一下 它的流走 真的和flow chart 记录的一样吗 这两条都是为了 确定flow chart 是真实反映了业务吗 好 那么刚刚讲的 就是flow chart 到底能不能用 是真的吗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 流程跟步骤 方法 首先是 把去年的 拿出来看看 是全的吗 接着呢 我们再说 这个去年 当时就有什么 疑虑 有什么deficiency 我们今年 要继续注意的 接下来说 因为我们提过 建议的 那个叫 report to management 上面提到过 说要如何改正 真的改了吗 不信的话 就跟client 再要一份 新的flow chart 问问 得确定一下 到底有没有change 接下来 你再测试一下 确保 这份flow chart 就是企业 现在的控制 运行状况 这份证据 是 这份证据 证据 这份证据